大家好,秋季特别适合给君子兰进行翻盆换盆的工作 但是我们一般给君子兰翻盆换盆用的比较多的土都是辅业土 如果大家用辅业土栽种的君子兰 大家一定要注意在栽种好之后 前三天一定要每天给它大水浇灌,连浇三天 那么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这样连去给它浇三天大水呢 主要是有三个作用 首先第一个作用的话就是因为这个辅业土 它里面是含有大量的沼气的 那么这些沼气对君子兰的根系 还有整个君子兰的生长都是特别不利的 所以我们给它浇大水就可以冲走你盆土里面这些沼气 这样更适合君子兰和它根系的生长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摘种的时候 可能这个土里面有非常多的粉尘 这样给它浇水的话 就可以把盆土里面多余的粉尘来给它冲洗下去了 那么这样子我们连续给它浇三天大水 可以让你的盆土的水落更加的疏通 而且后期浇水就特别容易浇透 那么这样子就有利于蓝根的生长 要不然你这个君子兰的盆土 这个水路不同到手浇水比较难浇透 那么就很容易可能会导致你的君子兰蓝根 会空根生死蓝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用辅业土栽种的君子兰 一定要给它连续浇三天大水的原因了 那么我们在给它浇了大水之后 就把它放在一个阴凉通空的地方养护 这个时间一定不要给它施肥 一定要等到它浮盆了之后 我们才能施肥 要不然的话蓝根它没有恢复吸收功能 是很容易产生肥害的 用肥的话大家可以用这种君子兰专用的油性养液就可以了 特别适合新手花油来使用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